《读同西游记,方知修行录》系列讲座,序言第一讲,作者刘昌信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影响念在四大名著之首 从元朝到现在,时间跨度最长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翻译播放过西游记,传播面最寡 在中国,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幼儿园中班的学生 都知道有一个深入空西天取经的故事 喜好者,言明跨度最大,影响念位于四大名著之首,我认为当之不愧 三国演义是根据三国时期那段历史而撰写的 水浮是根据宋朝,水渤连山,宋江农民起义军 那个历史事件而撰写的 《红楼梦》是以清朝大臣明珠的家世为背景撰写的 中国的四大名著,故事情节一环扣一环,非常完整,制成体系 能经得起后人的推敲,能远古流传,都有事实为现说而创作的 要想凭空杜撰,这么严谨的故事几乎不可能 在四大名著中,只有西游记,天上地下,先扶妖默,皇帝百姓,当请齐了 作者的思想,天马行空,谈恶飞药,鼻头顺着思路着 一个顺空带领读者,走完十万八千里的去金路 在这四万八千里去金路途中,不是为了情节而情节 为了故事而故事,它始终圆着自己的主导思想在走 无论故事情节多么夸张,多么离奇 主题思想始终不变 并且做到了远比系统完整 我看这部小说,就像看数学教材一样 西游记是根据什么事件,或者说是根据什么人物的经历而创作的呢?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问题 西游记讲的是什么故事?大家会异口同声地告诉我 是讲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 是不是真实地描写唐朝选战法师西行印度求学为背景而撰写的呢? 大家就不敢肯定了 事实上,从大唐西游记和强文中教授讲旋战西行礼告诉大家 西游记里从唐僧的出身到许道真经的整个个程 与真实的唐朝选战法师西行印度求学完全是两回事 简单的一个例子 当时唐朝政府对西行求福是反对的 选战这样的人才是当局反对外流的 选战不顾当局的禁令 偷渡出国,是个偷渡者 而西游记里面不仅不是偷渡者 还是皇帝清风的御帝 皇帝亲自派遣 玄奘在去印度路上遇到的重重困难 与西游记里去西天路上遇到的妖怪 毫不沾边 就是学成归来 从印度回来的路上经过印度河 在各河时遇到风难 险些落水 拾落了一些经书 与西游记第九十九回里 在通天河与老园相遇 经书落水 是巧合还是什么 强文中教授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所以西游记是以唐朝选战法师 西游记里的唐朝选战法师 编写的故事 理由不足 可以肯定地说 西游记里的唐僧 和大唐西游记里的选战法师 不是一个人 西游记里的唐僧 不是唐朝的选战法师 既然不是写的 选战法师西新的事 那要是根据什么事情来写的呢 请听下一讲